一位英俊男子的照片摆在花园内中央 台下坐着众多衣着华丽的老绅士老淑女们 她们仔细打量着货物的价值 盘算着手中的筹码 争先恐后的出价 她们在拍卖什么 为什么出手如此大方 克里斯是一名才华出正的摄影师 总能以独特的视角去捕捉这个世界的美 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 她的作品中总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这种忧伤不是她身为艺术家 孤方四长的无名身影 而是来自她所生活的现实社会 她的肤色让她自卑 更何况她还交一个白人女友露丝 只要忘了五个月 也总该见见对方家长 这是出于对女友尊重 克里斯十分的紧张 毕竟自己也是露丝第一个黑人担忧 不知道她的父母会不会喜欢自己 露丝倒是觉得并没有什么 只要别先出自己最真实一面就好 露丝也告诉她 自己的父母不是种族主义者 不会因为肤色而区别对待任何人 露丝的话算是给克里斯吃了克定洗完 很快他们就一起东盛前往露丝的父母家 露丝的父母住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也有大片的丛林围绕着 丛林中也有很多小动物 克里斯和露丝很快就遇到了 不过小动物的出场方式可不太友好 直接撞上他们汽车 强烈的撞机将车的后视镜给撞掉了 克里斯下车查看情况 发现不远处有一只死亡的鹿 第一次娶女友家就遇上这样的事情 让克里斯的内心产生不好的预感 警察很快赶来处理事故 开车的明明是露丝 可警察还是坚持查看了克里斯的假照 虽然他不承认这是对于黑人固有的刻板印象 但是他的行为已经充分暴露他的傲慢和偏见 克里斯并没有说些什么 他十分配合交出自己的证件 他知道如果反抗 可能今天晚餐就是警察子弹了 经过这个小插曲之后 克里斯终于来到露丝的家 他的父母非常的友好 并没有因为他的肤色而怠慢他 反而十分热情欢迎克里斯的到来 这个家里不只有露丝的父母 还有两个房庸 一个是负责家里起居的女佣人 另一个是家里的园丁 克里斯见到他们第一眼就觉得很奇怪 他们看自己的眼神总是怪怪的 并不像是看待这家的客人 更像是看待到手的猎物 这时如此的弟弟从外面回来 他是医学院的学生和姐姐的感情非常好 知道姐姐带男友回家 迫不及待赶回家里 全家人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弟弟讲了很多姐姐小时候的穷士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个弟弟看上去十分的友好 然而弟弟话锋一转 突然对克里斯充满了攻击性 羡慕他基因给他带来体格上的强壮 羡慕中又透露出一次嫉妒 说着就要和克里斯上手切磋 幸好路斯的妈妈及时给阻止了 晚上回到房间里 路斯开始吐槽家人对克里斯速度举动 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克里斯 看到女友是和自己站在一起 克里斯觉得这没有什么 毕竟将来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是路斯 而不是他的父母 迄今的夜晚 克里斯为只蚊子饶了美梦 失去困意他决定下楼走走 再偷偷抽根烟 自从来到女友家 他总是被人劝说要解烟 很久都没有闻到过烟味 他刚咬享受他的美味 突然看到园丁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跑来 园丁仿佛有用不完的离去 在大晚上扰着树林奔跑 奇怪的地方不止园丁一个人 还有大晚上不睡觉 站在窗边照镜子的女佣 他不知道这家人为什么有这种癖好 吓得他赶紧回房去 路斯的妈妈也不爱早睡早起 都这个点了还在书房喝咖啡 他教授克里斯将和他谈谈亲 毕竟是准账目一样 克里斯不好拒绝 只好顶着困意和他聊天 路斯的妈妈是个催眠大师 能够利用催眠帮他解烟 他摇晃着咖啡杯 勺子不停在里面搅拌 发出有规律的声音 克里斯的思绪很快就被他引导了 路斯的妈妈试图打开克里斯的心扉 专门挑他最伤心的事情询问 在克里斯的内心里 妈妈的死是他心头永远无法去除的伤痛 他不愿向任何人提起 可随着路斯妈妈的引导 克里斯逐渐说出妈妈的事情 他在家里等那人妈妈下班回家 他等一等 迟迟没有等到妈妈回来 妈妈出了车祸 司机逃逸 再次回忆起那些伤心往事 克里斯哭得像个累人 在他意识最为薄弱 毫无防备的时候 路斯妈妈彻底控制他的思想 让他的意识堕楼深渊 克里斯的意识和身体逐渐的剥离 他仿佛掉入一个很深的坑 他想要上去 却发现离出口越来越远 当克里斯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来的 难道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境吗 一大早 克里斯就带着相机到周围转了转 他看见园丁也很早起来工作 由于肤色相同 对他有些亲近感 就过去和他攀谈 只是让克里斯没有想到的是 园丁说话非常轻调 十分的不尊重路斯乱开玩笑 像是在忌妒 他是路斯的男朋友 他还向克里斯提起 昨天晚上 他在路斯妈妈房间发生的事情 这让克里斯确定 昨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梦 应该是路斯的妈妈将他给催眠了 不过他并没有意识到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至少让他自己把烟给戒了 这时家里来了很多客人 这是路斯家里的重要年度聚会 克里斯此次前来刚好就赶上了 来这里的客人基本上都是白人 但在这么多白人出现的地方 让克里斯十分的不自在 况且那些白人对他充满了兴趣 无论是肤色还是他强壮的基因 他发现聚会上一位黑人帽子哥 便过去打招呼 克里斯看着这个人十分的面熟 像是自己认识的一个朋友 可对方看着他却一脸茫然 孟斯克的女友是一个比他大三十几岁的白人 虽说年龄在爱情里不值一提 但他们之间总是看上去怪怪的 老女人似乎也并不想让他小男友和外企接触 所有的交谈都由他代劳 为了确认这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克里斯用特殊的手势跟他再见 但孟斯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手势的不同 这让克里斯更加奇怪 在宴会上 克里斯还遇到一个失明的客人 这位客人认识克里斯知道他是个出名的摄影师 曾经有幸接触过他的作品 十分羡慕他的创作能力 在他失明之前也是一名摄影师 只不过他自质平庸 直到失明都没有创作出什么有名的作品 这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克里斯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自从他来到这里 就没有觉得这里有正常人 全是伤春悲秋多愁善感的人 克里斯觉得这聚会无聊透顶 先行回到自己的房间 他发现手机电源被女佣给拔掉了 这让他十分的不满 他觉得这里的人太奇怪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看到他一副很嫉妒的样子 他们到底在嫉妒些什么呢 这时女佣来给克里斯道歉 还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他告诉克里斯 这里谁都不是他的主子 克里斯解释自己没有像高他状 只是在太多白人的时候 他会感到紧张 有些疑神疑鬼 这句话让女佣的表情十分的怪异 仿佛一提到白人便会刺激他的神经 他甚至还哭了出来 克里斯越来越不能理解这家人的行为 不知道路斯家为什么要收留这么多奇怪的人 更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路斯的爸爸给克里斯介绍他的朋友们 这些朋友可不太友好 他们的心中仿佛有十万个为什么 有很多问题要让克里斯答疑解惑 而且每一个问题都十分的犀利 他们询问非裔美国人在现代战争中是优势还是劣势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克里斯直接将这个问题抛给莫斯格 毕竟他也是在场为数不多的黑人 克里斯趁他回答问题之际 给他拍了一张照片想传达自己运出安全局朋友罗德 以便确认他的真实身份 由于他忘记了关闪光灯 让莫斯格给发现了 他突然鼻孔流血变得非常暴力 抓着克里斯让他滚出去 克里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疯狂举动 而周围的人将他给控制住了 路斯的父母最起进行了治疗 呼吸之后 莫斯格便恢复了理智 向大家表示自己的歉意 据路斯的爸爸所说 毛斯格只是癫痫发作 这样克里斯产生怀疑 他不是才认识毛斯格 他们两个很早就认识 知道他并没有癫痫 在他看来 是路斯的妈妈控制他的思想 他想要离开这里 多待一刻都会让自己崩溃 路斯不满他的决定 小两口为这件事争吵 克里斯向路斯说出自己内心最痛苦的事情 妈妈的死一直都是他不能释怀的事情 他将妈妈的死归接到自己身上 那晚妈妈被撞 肇示司机讨逸 克里斯没有去找他 而是在家看电视 母亲在孤独的等待中 一点一点失去活着的希望 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亲人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会带着路斯一起离开 这番话让路斯动容 决定和他一起离开 此时的克里斯还不知道 一场拍卖会悄然开始 主持这场拍卖会的是路斯的爸爸 拍卖的产品便是克里斯 想极了众之园主拍卖自己的黑奴 最终拍下克里斯的是那位盲人 夜晚他们回到家里 客人们早已离开 一场未知的危险正倒戴克里斯 本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克里斯 接到运输安全局朋友罗德的电话 他调查克里斯发来的照片 正是茂斯克就是他们熟知的人 他的怪异看上去并不简单 催促克里斯赶快离开 这个地方确实有太多解释不通的地方 克里斯打算连夜离开 无意中他发现路斯藏在壁书里的照片 路斯和上面的人举止亲密 看上去像是男女朋友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部都是黑人 照片里面还有园丁和女友 路斯不是说自己是他第一个黑人男朋友吗 那么这些人又是谁 他们又去了哪里 这个重大发现让克里斯不由的紧张起来 他想要马上离开这里 此时路斯的家人们卸去了悲装 守在房门口挡着他 围攻了克里斯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路斯只是勾引克里斯来这里的工具 对他没有任何感情 克里斯喜欢反抗却随着乔杯子的声音倒地不起 他被催眠身体完全不受控制 这天以后克里斯彻底消失 到了和罗德约定回来的时间 罗德却怎么也找不到 电话也打不通 他在网上浏览信息 无意中看到发布在网上 茂兹哥的失踪信息 他意识到事情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选择到警察局报警 他将自己心中的疑伙告诉了警方 认为克里斯的失踪和白人女性如此有关 他们一定是使用了催眠术让克里斯变成了奴隶 警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甚至因为他指控的人是白人 更觉得这不是犯罪 罗德没有办法只好自己调查 他打通路斯的电话 被告知克里斯在两天之前就离开他家 罗德的侦察能力非常强 从路斯简直的话中就能知道他在说谎 想要从他口中掏出更多的话 然而路斯更加厉害 直接将话题影像对他有意思图抹不归 气得罗德只能挂了电话 失踪不见的克里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醒来 他的手脚被捆绑着 他想要挣脱却怎么也挣脱不开 克里斯的面前是一部老秀电视 电视里面播放一个老人 介绍自己美丽家园的录像 他介绍的不是别处 这是路斯的家 而电视里的老人克里斯见过他的照片 他就是路斯的爷爷 他并不明白爷爷所说的准备好迎接 凝结的意思是什么 也不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 画面图片变成了视频图画 出现在电视上的是那位盲人 他向克里斯解释这一切 克里斯之前所经历的第一阶段是催眠 之后可以使他安定下来 而现在是第二阶段 数前心理准备 他们要进行脑部手术 让盲人的历史取代克里斯 做过手术的克里斯自我意识 还会保留一部分 但是会以第三者的身份存在 就像一个观众一样进入暗坑 看着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之所以会选择黑人 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 而盲人看中他的原因 是因为他独特的欣赏视角 对自然美的捕捉 克里斯终于明白爷爷说的话 他们要的就是让他人取代自己 现前的他犹如带宰的羔羊 任凭他人摆布 卢斯的父亲在家里 为盲人进行了开路手术 带着沉睡的克里斯前往手术室 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克里斯出乎意料地醒来 他袭击了弟弟将他给打晕 原来他意识到催眠术的厉害之后 就拿着棉絮堵住自己的耳朵 躲过一劫 接着拿着墙上挂的路头 袭击露斯的爸爸 露斯在房间里面听着音乐 污塞着下一个对象 他还没有发现外面发生的一切 克里斯想逃出去 又遇到露斯妈妈的阻拦 经过一番艰苦的决斗之后 克里斯才终于逃离这座房子 他驾车离开 遇上女佣拦路 克里斯撞倒了他 新村善天克里斯 打算带着他一起离开 没想到女佣苏醒之后 朝着他发起猛烈攻击 喊着他回了自己的家 原来的女佣就是患脑之后 露斯的奶奶 他们出了车祸 女佣被撞死 克里斯侥幸捡回一条命 卢斯听到了动静 提着枪赶到外面 他让园丁将克里斯抓了起来 园丁就是他患脑之后的爷爷 他显现将克里斯给杀死 忽然一道闪光惊醒了他 园丁真正的意识所苏醒 靠着最后的意识 他朝着露斯开了一枪 之后又结束自己性命 卢斯并没有马上死去 挣扎着想活下去 克里斯想杀死他 可他下不了手 毕竟他们曾经相爱过 这是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露斯朝着警车喊着救命 而克里斯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 在这里一个黑人 站在一个身负重伤的白人面前 无论是谁都会逮捕那个黑人 蓝色的肤色便是优势 可以掩盖真相 幸好开车来的是罗德 他就向克里斯带着他离开这个鬼地方 电影已到此结束 本片是美国电影《逃出绝命镇》 原以为是一场爱的旅途 谁只是一场寿命的考验 好了本性就是这样 喜欢点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